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前几天的视频里 我们提到史莱姆里的原初恶魔三人娘的黄白 首次在动画中登场 而原初之白更是同时在游戏建国谈时装 今天想和大家详细聊聊原初之白 内涵剧透 请多注意那魔开始吧 性感,美丽的恶魔戴斯特罗莎 七个原初恶魔之一的原初之白 十多年前的血染湖畔 事变中将帝国的从属国毁灭的他 至今还历历在目 戴斯特罗莎形势骄傲高贵 浑身散发住一众充满死亡气息的冰冷 让人不含而立 然而 他在见到利姆路的第一眼就表现出了对他的尊敬 自此之后 他的声望从未下降 而且越来越高 本视频将介绍魔国联邦中令人不含而立的外交官 戴斯特罗莎的特点和实力 以及他出人意料的善良一面和人际关系 冥界三人组 在地狱之门之外的冥界军林 恶魔顶点的三个恶魔 这些好战的恶魔在精神世界激烈厮杀 而原初之子和原初之黄羽 原初之白 更是一刻不停地进行驻战斗 另外 三人也都时不时地会出现在激轴世界捣乱 尤其是守护领地的魔王们对他们三人非常警惕 不过白的支配领域在东方帝国 所以让魔王头疼的主要是黄盒子 这一点可以从他警告利姆路的场景中看出 另外 作为魔王的金一直在维持住 包括原初三人组在内的世界的平衡 而这一切都被利姆路一举破坏 会去找他抱怨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尤其是戴斯特罗莎 他被米赛利称为原初恶魔中最棘手的存在之一 认为原初中最骄傲高贵的白氏 不会愿意在他人手下做事的 事实上 白本人起初并没有效忠利姆路的意思 只是想通过与迪亚波罗的谈判卖他个面子面子 暂时利姆路 而且 他对这个让他醉酱的同胞迪亚波罗着迷的人 也很感兴趣 但如果对方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对手 他就准备杀了他 然而 在与利姆路第一次见面后 不仅是在场的其他两位原初恶魔 就连带斯特罗莎也开始对利姆路产生了极深的兴趣 仿佛被迪亚波罗的变态性格传染了一般 关于这种转变有很多说法 也有过各种分析 但我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利姆路的命名 简单介绍一下命名 命名是由强大的恶魔或恶魔之王给没有名字的恶魔 一个名字的行为 得到命名的魔物会成为有名字的魔物 从而一举成名 不过命名本身也是一种分享力量的行为 给予者的魔力会根据对方的实力按比例消耗 消耗掉的魔力无法恢复 所以原本不应该如此轻易地为魔族命名 但在利姆路有一个名叫维鲁德拉的魔素质造机 所以可以放心地为魔族命名 不过就算如此 因为恶魔人数过多 命名还是分了好几天进行 说句题外话 金带厅说了给原初恶魔命名的时候 很无奈地说道 给原初恶魔命名是自取灭亡自杀行为 这魔看来给三位原初恶魔家数百名 其他恶魔命名的利姆路 受到恶魔们的追捧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戴斯特罗沙为利姆路泡茶的场景 就能看出他对利姆路的忠心耿耿 连迪亚波罗看到这一幕都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可见泡茶这一举动是多么难得 顺带一提戴斯特罗沙泡的茶具 说比紫苑和珠菜的更好喝 而在与利姆路见面后 他表示看利姆路大人 比与其他原初恶魔玩灭国游戏和战斗更有趣 这除了前面提到的理由以外 也因为他喜欢利姆路气宇宣扬的态度 以及迪亚波罗的有趣的反应 戴斯特罗沙的特征 戴斯特罗沙和迪亚波罗一样 也是原初的恶魔之一 名为原初之白 他拥有一头纯白的长发 容貌美丽 气质出众 在主线剧情中 能看到戴斯特罗沙身材的机会并不多 但在衍生作《魔物之国》的行走方式中 甚至有戴斯特罗沙的裸体出现 他骄傲 好胜 又出奇的孩子气 个性十足 堪称地雷女的典范 他好胜的天性 在语为卢格连多的第二次战斗中 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他非常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本性 以至于没有多少人知道 戴斯特罗沙是什么样的人 哥布塔还差点因为和他搭话 而丢掉小命 但抛开这些不谈 戴斯特罗沙魔力操作技术极高 即使在魔国联邦中 也拥有一流的实力 不过戴斯特罗沙的强大之处 主要体现在他过人的智慧 在加入利姆路的麾下后 他立刻就能记住魔国联邦中 所有的法律法规 甚至还能现身指出其中的问题 而他第一次以外交官的身份 出现在平议会时 不仅以法卫顿 挫败了罗索一族的阴谋 还毫不费力地 按照利姆路的命令 击退了被爱因召唤 而来的原初之律 米萨利 自此在平议会中 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地位 戴斯特罗沙的追随者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谈到了 戴斯特罗沙的高超智慧 但收集资讯的并不是戴斯特罗沙 而是他身边的恶魔莫斯 毫不夸张地说 拥有美少年外表的莫斯 是仅次于 现在被称为灰之王的 原初恶魔的大公爵及恶魔 但自从为戴斯特罗沙所用以来 他每天都在被呼来喝去 有时还会有生命危险 据本人的一次诗言所说 他已经被使唤了一万多年 哪怕只是对戴斯特罗沙的命令 稍有意义 也会被轰掉耳朵 而在莫斯收到利姆路的表扬时 他也会因为害怕被戴斯特罗沙嫉妒 而冒冷汗 莫斯的能力 可以将自身分离成大量小心 分身飞到各地获取情报 即使是隐秘的资讯 也能获取 此外 通过让莫斯分析这些资讯 戴斯特罗沙能够了解各国的机密情报 只要喊一声莫斯 戴斯特罗沙就能获得想要的资讯 这真的是非常方便 另一个被命名的侍从子院 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 他拥有女帝的书记官的头衔 能够代表戴斯特罗沙参加一回 不仅如此 他自登场以来在政治 战争和防御方面都颇有建树 不过作为原初恶魔的手下 他只生活了大约300年 力量也只有难绝集 甚至当戴斯特罗沙 只是呼唤他的名字时 就会喜极而泣 感激主人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戴斯特罗沙完美的工作表现 和优雅的气质 在很大程度上 要归功于他的两位侍从的努力 戴斯特罗沙的实力 在得到利姆路的次名戴斯特罗沙后 他已经达到了恶魔功的境界 在染上先红的湖畔事变中 原本就非常害怕 原初之白的帝国士兵们 在得知他已经得到了 戴斯特罗沙这个名字后 这种恐惧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在千里之外的利姆路 还被他们称为 给原初恶魔起名的笨蛋 这个敢称呼 利姆路为傻瓜的帝国兵 是在染上先红的湖畔事变中 帝国赌上其国家威信病 成功阻止白的瘦肉一世的英雄 然而真相其实是 当时白自己选择了撤退 而且在这场帝国战争之前 三个原初恶魔的身份 甚至都没有被 魔国联邦军的干部们知道 他们只是被视为危险人物 而稍加提防 而原初的异常 也随着这场战争逐渐暴露出来 在利姆路的命令下 以使者身份 拜访帝国军的戴斯特罗沙 在谈判结束后 立即被背后 而来的帝国科学武器魔冲攻击 魔冲是一种小型武器 但射程可达两公里 子弹中充满了一种 元素魔法火炎大火球 可以达到三倍音速的子弹 穿透人体后 就会发洞子弹中的魔法 将目标从内到外烧尽 但就在子弹释放的一瞬间 戴斯特罗沙转过身来 露出纤细的食指 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 这也是得益于 戴斯特罗沙极高的 魔力操作技术 戴斯特罗沙的黑炎盒 死之祝福 拥有可以通过 强制改写遗传音术情报 达到几乎可以让 所有生物强制死灭的效果 堪称邪恶极致 甚至可以破坏灵魂的 死之合击魔法 戴斯特罗沙使用了这一魔法 把范围内的帝国均全灭 这种魔法的弊端在于 他拥有精神生命体 和灵魂记忆的人 也就是那些 即使身体被摧毁 也能再生的人 用处不大 不过 这也不实为一种可怕的禁咒 此外 在小说的第十五卷中 戴斯特罗沙 得到了利姆鲁给予的十万灵魂 进化成了恶魔王 还获得了终极技能死戒之王 虽然包含了死后世界 这种任何人都不愿意经历的全能 但利姆鲁似乎非常信任戴斯特罗沙 尤其是在他的技能方面 完全不会过问 只是交代他新的任务 话说回来 为什么戴斯特罗沙 会获得掌管生死的技能死戒之王呢 这可能是受到了 他战斗心态的影响 戴斯特罗沙认为 肉体消失回到地狱就是失败 只有这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平局可以 但承认自己打不过对手而逃跑 也是一种失败 反之 只要不气馁 就不算失败 这也是作品中 戴斯特罗沙 即使无法取胜 还是一次又一次挑战 泽奇恩的原因 因为如果他有不达目的 势不甘休的意志 那么他就不会被打败 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战斗心态 才让他得到了 死长生死的死戒之王 进化之后 读者焦点往往集中在这个全能上 但其实戴斯特罗沙 本身也得到了提升 他的实力 比在飞空船时 增加了三倍多 存在值达到了333124 此外 虽然戴斯特罗沙的实力 不如迪亚波罗 但他也拥有压倒性的战斗意识 在面对实力差距 大到无法弥补的维尔格林时 他已经展现出了 以巧胜桌的攻击能力 此时戴斯特罗沙 选择了将魔法具现为火之边 之所以这样选择 是因为魔法对维尔格林无效 需要补充的是 对于维尔格林来说 一个对自己的魔法 有着绝对自信的源初 竟然轻易地放弃了魔法 转而使用物理攻击 这让他感到非常惊讶 最重要的是 骄傲的戴斯特罗沙 为了利姆路大人 愿意舍弃自己的荣耀病 将其斩断 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 戴斯特罗沙和其他人 在宇泽吉恩的战斗训练中 了解到了近战的重要性 而泽吉恩是拥有 强大魔法的恶魔的天敌 他们得出的答案是 将一支力矩现化 生成各自的武器 此外 在获得终极技能后 戴斯特罗沙 也让维尔格林 吃尽了苦头 战斗中充满了 战术的灵巧性 观看利姆路的战斗 帝国之战中 最著名的一幕 是利姆路因维鲁德拉 被夺走而暴怒的场景 平日里安分守己的利姆路 被激怒了 他认真对抗两个隆重的英姿 尽管战况激烈 但还是有人在一旁观看 那个观战者 就是原初的变态迪亚波罗 卡雷拉和乌蒂马卫 能尽全力战斗 而兴奋不已 似乎稍稍忽略了 那边的重要战斗 但当战斗结束后 他们对迪亚波罗的行为 表现出了抱怨的迹象 但不知为何 戴斯特罗沙并没有插嘴 还表现出不理不睬的样子 事实上 戴斯特罗沙是通过莫斯的能力 观看利姆路的战斗的 看来他并没有忘记 欣赏利姆路的风采 此外 苍蝇也通过在 利姆路的影子中的分身 看到了过程 而作为总司令的红丸 也通过莫斯的能力 目睹了利姆路的英姿 不愉快的存在 戴斯特罗沙通常会散发出 一种坏情绪 但有时也会对利姆路以外的 某些人表现出善意 比如在与东方帝国的战争结束后 他曾帮助帝国士兵 消除负面情绪 不过 即使与利姆路的意愿无关 他也会有原谅亲近的人的不敬的时候 在希尔维利亚王国 也就是染上鲜红的湖畔事变的发生地 布兰雪陷到白后 恳求他做他的朋友 本来对白来说 这种人类通常是死有余辜的 但不知为时魔 他却觉得很有趣 并顺水推舟 与他成为朋友 渐渐的 布兰雪也成了白重要的朋友 当他不得不与布兰雪告别时 白兰非常难过 甚至说布兰雪是自己最喜欢的第一个朋友 并感叹自己的无力 看到白爱叹自己无力保护重要的人 这个画面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而作为对布兰雪的最后致敬 他亲自受肉在布兰雪身上 并使用了封印术 确保着美丽的容颜永远不会腐朽 时间一天天过去 现在在利姆露手下的戴斯特罗莎 已经很少说无力的话了 只有哥布塔会说戴斯特罗莎 是若女子之类 不知好歹的话 起初 戴斯特罗莎看到哥布塔很恼火 但后来他意识到哥布塔太傻太耿直了 自己并不讨厌他 所以哥布塔在戴斯特罗莎心中 可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不知道是因为他是利姆露的手下 还是戴斯特罗莎的心血来潮 亦或是哥布塔的运气 使然这这的谜团只会越来越深 至于戴斯特罗莎 在利姆露的手下中还对谁有好感 我认为日向就是其中之一 契机的是在第十九卷中天魔大战 引起的英格拉西亚王国动乱期间 利姆露下令他与日向合作 在这期间 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戴斯特罗莎称 这次交流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对话 并对其大家赞赏 甚至希望他成为自己的部下 戴斯特罗莎对日向的评价如此之高 原因之一是他平时在评议会上 经常与无法沟通人进行对话 激累了很多压力 另一个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日向和戴斯特罗莎 有着相似的性格和思维方式 他们的基本特征都是激烈 冷酷 但也会时不时地表现出善意 比如 在局势的控制上 他们的相似之处 在于都会调动自己优秀的部下 搜集情报 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 绝不轻举妄动 另一个是日向和利姆路之间的关系 日向可以直接称呼利姆路为利姆路 而利姆路也会向日向露出 平时不会对其他人露出的真挚表情 因此 戴斯特罗莎一直对日向有很高的评价 戴斯特罗莎在王兜骚乱中的活跃 在英格拉西亚之乱中 戴斯特罗莎在与魔素量 比自身大好几倍的威格的战斗中 遇到了困难 威格的居高临下让戴斯特罗莎大发脾气 战斗的局势随后发生了变化 在优秀先锋日向的干预下 戴斯特罗莎完成了准备工作 并发动了他的白闪面炎霸魔法 这个白闪面炎霸 似乎是死界之王的全能 所创造的终极对人魔法 具有用白色火焰腐蚀生命的效果 因此比合击魔法更加危险 未来的战斗可能还会继续 我们可以期待白之恶魔的活跃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